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当地时间25号表示 该国东北部豪腾省伯克斯堡镇 24号发生的油罐车爆炸事故 已造成15人死亡 法赫拉当天在查看事故现场后表示 距离事发地约100米的坦博纪念医院 有三名工作人员在事故中死亡 另有24名患者和10名工作人员受伤 此外 医院急诊科 放射科等科室的房屋和设备 在爆炸中受损 据当地媒体24号报道 涉事油罐车当天7点50分左右 在行驶途中卡在伯克斯堡镇一座桥下 随后发生燃爆 造成人员伤亡